在万众期待中,第24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结果最终揭晓 最佳中国电视剧《花落山海情》 老戏骨鱼和尾凭借《觉醒年代》陈独秀一决 掌握最佳男主角将 同样凭借三舌而已中的优秀表现获得最佳女主角 此外,山海情由永志黄鸟分获最佳男女配角 近年来曾经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证据 开始越来越注重剧本的打磨 像《山海情》《觉醒年代》之类的证据 凭借富有深意的剧本 精良的制作和演员精湛的演技 带给观众一场场视听盛宴 同时也让许多有演技的好演员 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流量 收获了观众的口碑 在《觉醒年代》中 饰演陈独秀的余鹤威老师 获得最佳男主角 获得了观众们的影致好评 他的陈独秀贵在神似 那带有些机智幽默 却又充满理想思念的先觉者的形象 以下自拉近了我们和历史人物的距离 片中陈独秀热血昂扬的演讲 中国想要强大 我们不仅要推倒那所房子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挖掉腐朽的根源 我仿佛回到了 那个为中国出路而呼号奔走的年代 成为陈独秀先生一次演讲的普通观众 或许 好的演员 真的让我们能够拥有 穿越时空的魔法 他们被主流奖项肯定 也预示着 我们的影视圈 即将迎来 觉醒年代 感谢观看